這樣子的話我們就總共只需要兩隻登山帳就可以了 就可以同時當登山帳的功能 又可以同時拍攝你想要記錄下來的畫面 超棒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丹 我是美任 我們今天要來爬這個文山區的先機眼 這支影片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我們新買的GoPro 跟一支大家詢問度很高的登山帳 所以這支影片我們會全部用GoPro9去做拍攝 然後會去介紹一下它GoPro9 哪一些是我非常喜歡的功能 當然最重要還是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支厲害的登山 這樣它還能做出什麼樣的變化 那就走吧 這個先機眼在我們文山區 它是一個非常熱門的 大家只要有空或者是假日的時候 就會來這邊登山運動 這算是一個非常親自的健行的路線 它在整個文山區有非常多的登山口 那我們這一次是從景美的這個登山口上來 那我們會上到頂 到頂之後給大家看一下上面的風景 然後再下來回到原來的登山口 首先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支我們一看到就很喜歡的登山帳 那它這不只是一支登山帳喔 它還可以跟GoPro做結合 變成是一支有自拍功能的登山帳 那它這支登山帳買來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開口可以把它打開 那它會附一個把GoPro鎖上去的東西 把它鎖上去之後呢就可以把GoPro鎖在這上面 你看這樣就是變成一個有登山帳功能的自拍棒啦 是不是很厲害啊 那這支影片我們主要會用GoPro9去做拍攝 然後輔助畫面我們會用我們的手機去做輔助畫面 那接下來因為我們要拍影片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畫面是會看到 GoPro跟登山帳分開來的畫面 然後你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我們把GoPro放在登山帳上面 這樣子拍下來的畫面 記不記得你之前在卡加羅普的時候 你把我的腳架當成登山帳再用 結果我把它用壞了 真的我那時候還在影片裡面跟大家炫耀說 哇這個東西可以當成登山帳 又可以當成自拍棒 真的超好用的 結果就弄壞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啊 對我們登山錄影的話 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它一下子可以當登山帳用 然後一下子又可以立馬變成錄影的東西 很方便 然後結果在我去彈藥庫買GoPro9的時候 我就看到這支自拍棒 我就覺得哇超棒的 我一定要買它 根本就是為了你設計的 根本就是為了所有愛爬山 然後又要一邊記錄影片的人設計的 因為我們在爬山的時候很常需要用到兩支登山帳 但是如果說同時要用到腳架的話 這樣就總共有三支 所以會非常的難用 喔對 對那如果說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總共只需要兩支登山帳就可以了 就可以同時當登山帳的功能 又可以同時拍攝你想要記錄下來的畫面 超棒的 那在這個仙基岩啊 一路都是這種環陡坡 或者是緩緩階梯的路線 非常的親密 然後又有非常多的植物 非常適合一家大小 有時間的時候來這邊走走 呼吸星星空氣 那GoPro9啊 其中一個讓我非常想要買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為它有這個前鏡頭 它這對我們在做拍攝影片的時候 非常重要 我只要有看到這個前面的畫面 就覺得很安心 沒錯 在這個仙基岩其實非常多這種插路 可是其實你在這邊的話不用擔心會迷路 因為它在這個路線啊 都規劃的好好的 而且在上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地圖 那走到一半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台北市的風景 那走到更上去的話 這個風景就會更好 而且運氣好的話 還可以看到很美的日落 那接下來GoPro9 第二個功能 我很喜歡的 就是它有內建水平防手震的功能 所以我等一下我就會試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把功能給關掉 另外一種就是把功能給打開來 兩個去跑上去 看看兩個比對下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好啊 那我等一下呢 我就會測試從這邊跑上去 那等一下左邊的畫面是關掉的 右邊的畫面是有打開來的 走 好累啊 好啦剛剛那個就是我們兩個畫面的比對 你們看看有什麼差別嗎 那其實從山底下呢 大概爬個20分鐘就可以到快要接近山頂的這個地方了 那在這邊呢 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都市的景色了 喔還有蝴蝶 這個就是仙姬岩吧 聽說這邊就是因為有鋁東斌的腳印 所以它才會叫做仙姬岩哦 這個登山頂呢 它的最短是大概像我的手臂一樣的長 這樣子 那它深長的話 它這邊是可以到140 然後下面這邊也是可以到140 所以總長就是這麼長 比你還要高了嗎 沒有 差不多快要比你高了 這樣子當自拍棒的話就是非常的長 然後你看它這個底有做這一種的 然後它這個拔開來也有做這一種的 兩種不同的方式 可以看你需要用哪一種的時候做切換 然後這是登山帳的重量啊 其實沒有像頂級的登山帳那種那麼的輕 可是它這個 它這個其實也才200多公克而已 也是算是非常的輕了 那講了這麼多GoPro好處呢 其實還是有幾點 我比較不是那麼喜歡的點 那這個呢在影片的最後 再來跟你們大家分享 那邊就是山頂了 其實從山下跑到這邊很快 而且之前很多人在IG 像札卡分享的仙基岩景點就是在這邊喔 仙基岩的三角點在這裡 但是現在這邊是不能過去拍照的囉 之前就是很多人會在這個樹上面拍照 坐在這個樹上面 就可以看到101的景色 但是現在因為實在是太危險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過去那邊拍了 現在有一點點下雨 剛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GoPro9它其實是有水 但是我們在買的時候 彈藥庫的老闆有跟我們說 它電池的卡榫 那個紅色的地方 一定要完全的扣起來 它才有做到防水 那防水呢 它是有做到30米的防水 那如果說你是真的有泡到水的話 那記得就是回到家裡的時候 要先用 常溫水 對 常溫水 去做浸泡 我們現在在這個仙爺廟 那在這個仙爺廟 就可以看到 一整片的台北市景 你看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我們很喜歡的這根登山 這樣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這個握把的地方 可以變成一個腳架 這個握把就可以把它站起來 那來到這個廟也別忘了來這邊擺一下喔 那GoPro9第三個 我很喜歡的一個功能呢 就是它有可以設定定時開始錄影的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很方便 就是假設我們今天想要拍日出的畫面 我們就不需要在5點多的時候起床 我們就直接設定 5點的時候它開始做錄影的動作 它就會在5點的時間 它就自己開機開始錄影了 這個很方便 這樣你不用一大早起床 對 你不用一大早起床 然後GoPro9呢 最後一個我喜歡的功能呢 就是它可以在你 按下快門鍵的那一下 它就會幫你拍下了前15秒的畫面 就像是有時候我們在拍影片的時候 會有些人他們會突然講出一些非常好笑 你非常想要記錄下來的那個最真實的時刻 但是他們一講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就過了 那就會非常可惜 所以這個功能我很喜歡 就是當他們已經講完了 這時候你在開始拍 它會把你前面講的地方一起錄下來 謝謝 但這個功能呢 相對應的缺點就是它會比較耗電 你看它這邊很美 一條直直的步道 然後旁邊兩邊種滿樹 我幫你用GoPro拍檔 但其實你帶的這根登山自拍棒呢 你要大家一起自拍的話 用這根登山上也是沒有問題的喔 你看這樣子是不是很方便啊 好啦 那我們現在大概爬了一個多小時就下山了 那要跟你們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這一陣子用GoPro下來 一些我們覺得比較不太好用的地方 那第一點我覺得就是 它的電力接近30幾% 快要沒電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我這一支 我拿到的是機網還是怎麼樣 它有時候會開不了機 那這時候呢 我就需要把電池給拔下來 拔下來之後再裝回去 它才能正常開機 那第二點我覺得比較不好的是 它這次的夜拍功能 還是沒有很大的進步 但最厲害的呢 還是在彈藥庫買了這支登山上 這支登山上真的是 解決我們邊登山邊拍影片的好東西 那如果你們有更多的GoPro知識分享 也記得留言跟我們說喔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別忘了幫我們 訂閱、按讚、分享喔 掰掰